早上好呀 今天是周末 但是生物中的关系还是早早的起了 每天早上喝完第一口咖啡 才算是真正的醒的 早上的空气真好 深吸一口凉凉的 还夹杂着一些植物的味道 奥克兰的秋天到了 阳台上的景色渐渐的变成了棕色 今天孩子的爸爸早早的出门钓鱼去了 又是独立带娃的一天 今天准备带两个小朋友 去奥克兰南边的一个农场走走 带他们近距离的看看小动物们 今天这个衬衫是我刚买的澳洲的一个牌子 这种大领子就还挺活泼的 跟孩子比较配 牛仔裤 带孩子会比较方便一点 因为今天要走路 所以穿了一个帆布鞋 耳镜的话是最近刚收到的 这还挺可爱的 小小的一个 然后放在耳朵上 今天拎的这个包 就很大 可以装很多东西 请吧 我们出门吧 新西兰在南万球 这里的气候特别好 每年的春秋天比较长 夏天呢也不会很热 这里的植物生长都很茂盛 到处都能看到大片的绿色 这也是我喜欢新西兰的一个原因吧 可以让自己更贴近自然 让生活少了很多浮躁 有时候不开心 就会到附近的徒步地点走走 去到树林里 把身上的负能量 用走路的方式消化掉 也正是这样的环境 造就了新西兰的人们 大都淳朴善良 对面走过来的路人 就算不认识 也会笑着打个招呼 每个季节 我都会带着孩子们 去印记水果的农场 体验采摘的乐趣 很多知识 不用课本上去学 老师会带着孩子们 接近大自然 直观地接受知识 比如蜂蜜怎么来的 身上穿的羊毛毛衣 最初的样子是什么 还有他们从小喝的牛奶 奶粉是怎么来的 我差不多是七年多前来的奥克兰 当时每一天我都想离开 后来慢慢的了解 它的人文啊 它的环境 对食品安全的执着 想法上就开始有了一些转变 在这里的生活就让我想起了童年 光着小鸭子在草地上奔跑 夏天的晚上躺在凉床上 数星星入睡 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 美好 周末陪孩子们在草地上坐一坐 他们完全不需要电子产品 就能玩一整个下午 成年人也能暂时放一放手边的工作 远离浮躁 我觉得放空自己有的时候也是一种充电 目前我们的打算呢 是在新西兰生活到孩子成年 在之后可能想去世界各地走走吧 丰富一下自己的内心 感受一下世界的美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高谐 ck英语 eres 你 行